何炯最憋屈的一次翻唱 恐怕就是选择了张杰的歌吧 何炯紧张到语无伦次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张杰面前唱歌 甚至何炯还不忘自嘲 张杰的这首歌含水量太高了 这首歌是在我生日那天发的 我说这个礼物真的是含水量太高了 而这就是何老师在这期节目带来的爱人 伴随着这期时光音乐会轮到张杰坐庄 节目组特意在张杰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何老师给请了过来 君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呢 不会吧 这是何老师啊 是在放录音吗 这个声音肯定是何老师的声音 欢迎来到时光音乐相亲会 现场还有要相亲的吗 何老师 谁要啊 中方 中方 所以何老师才会在张杰做庄时 特意选择了当初张杰在自己生日那天所发行的一首歌 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 就是当时小杰找娜娜一起拍了这个MV 而且他们发这首歌是在我生日那天发的 甚至还没等到何老师开始唱歌前 他就已经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唱这首歌 记得那天听的时候我依然非常的感动 但只有唱的时候才知道不感动 太冲动 可就在何老师演唱临近结尾时 张杰才知道原来全开门的何老师一点都不简单 张杰最尴尬的时候也莫过于此 甚至就连张杰都自嘲自己是个闷蹲 因为这是张杰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出道 同时也是张杰短折性的一年 因为那年你第一次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去到了上海 那是环球唱片发起的一个全国性的歌唱比赛 叫做我行我秀 可让张杰都未曾想到的则是 自己竟然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杀进了总决赛 而恰好给自己颁奖的人 还是唯一一次做评委的张学友 当晚还有你的偶像张学友先生 那是他唯一一次做评委 那天你演唱了你的人生第一首原创歌 北斗星的爱 你也从你的偶像学友歌手中 接过了奖杯 这首歌这个夜晚 也就是你歌手梦的起点 所以这期张杰参加这期时光音乐会的期间 张杰才特意选择了当年自己的第一首演唱 今天我想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 再次演唱这首北斗星的爱 我要把这首歌送给这一路上 每一位帮助过我 支持过我的朋友 可即便如此 张杰的内心却没有丝毫的跌宕起伏 因为接下来张杰所演唱的北斗星的爱 彻底打醒了他成名路上的第一枪 当凤凰山起一撞上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他们才首次尝试到了这首歌的威力 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所有人都是要必须靠选秀节目才能出道的 甚至在张杰事业最不理想的那段时间 张杰连自己的新歌都不配发行 因为在他们看来张杰似乎是另有目的 其实很多人不看好我们 就觉得好像张杰有什么目的 不能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爱他 直到13年张杰首次登上哪年的央视春晚后 所有人对张杰的态度才有些改变 甚至就连一项沉默的增议 都不由得开始调侃张杰 13年好像是我首次登上春晚 你上春晚之后 家里的父母他们的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那个春晚你早上了 所有人就觉得你出人头地 爸爸妈妈这关过了 对这关过了 出人头地了 我儿子上春晚了 被肯定了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张杰确底打破了所有的流言蜚语 因为就在那年的跨年晚会上 张杰在和仙娜演唱合必在一起的过程中 张杰突然改了几句歌词 当时其实是我做的还蛮勇敢的一个决定 我突然改了和仙娜演唱合必在一起 所以这期当张杰听到和老师唱爱人啊时 张杰才会数次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不可山水的尽头 就算时光难倒流 你没有放手 谁舍得放手 直到万物复休 不可山水的尽头 不可山水的尽头